好了 继续回来第二节的动漫梦伤 我们刚才粗略地说了台湾的情况 我们跳回大陆情况市场 如何比较台湾和香港的 有什么分别呢 当然啦 Marco 多上内地的场景 当然内地的场景真的百花齐放 真是周围都有的 由广州到黑龙江 多到我记不完这些东漫节 你都不知道哪里是动漫节 当然温州动漫节大家见过 也有广州的Yakka 我当然要Marco 讲一讲 其实你们主要不用看这么多 看那几个 三大展所谓的 就是广州一个 上海一个 北京一个 还有成都 成都主要是第一个 最大就是上海的 第二个就是成都 第三个先到广州 然后先到北京 主要三大就是前面的三个 而北京是属于第四个 然后再后面就是杭州 其他青岛 其他全部都是小的 南京都叫小的展 所谓的比较中小型的展 当然啦 如果大家想回到内地看 其实说真的 我们最方便的 要是上深圳 深圳是比较小的 在广州 例如Yakka 一年四季都有 我会觉得 上广州大家要准备 一个东西 大家要准备买了票 其实最重要 为什麽呢 小弟就试试一次 就非常狠狠 就真的买了车票 就发觉突然上网 突然之前两晚就说 没有票 没有票 我想起就是 不是 我在大陆有个 在东部那边 通常动漫 就是在东部动漫 那时候 就会在楼下的街上 想拿票 打一下这个电话 要是送到你屋 票门口 因为电话购物 票都是电话购物 那是长行 是在歌区里面打的电话 我这样报答 为什麽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有个要人流管制 之前就出现了一家新闻 就上了电视 就看到他买本给他 然后打架 很恐怖的 因为Yakka是很恐怖的 他排队是怎样的 由早上快到下午 收门都有人排队 有些是不能入场 买了票都没有人 恐怖是在于强国 因为这件事就有个人流管制 就是限制了哪天买哪个票 之前要买了 不多的就是不收票的 所以整个河马仔出现了 没有票买 是的 这个是会出现的 而我是觉得是开心的 因为这种就是热情 即是我们笑都好 是 但是至少 他是在上升 他是在上升 而台湾 和香港 都是在下降 而且他们是一个 排队文化所谓的 就是很多人 如果是三十水圆来到 他一定要排 即是 例如去到游戈 穿了过散 他被逼一定要排 不可以 他亏了 亏了旅费 亏了行程费 好像日本的情况 日本你怎么都要逼入去 你没理由走 这个情况就是Yakka开始的时候 2012年 那时候是最厉害的 台湾你去到高雄才可以 你去不到吗 你会搭过几个站 旁边就可以了 我试过就是Yakka 试过一次 Yakka是跟一个同仁团体 本地同仁团体 上去卖 不过我就上去 只是参观 借上去 当然 在那里就住了一晚才看 不过 一去到我差不多7点多 吃完早餐过去 我已经整群人 就是万人空旁 在外面排了7点多 我当时入场 我忘记是9点还是10点 他早点 他早点收档 我说 然后 看到林入閘 他还要 那时候 入閘的时候 对了 不用怕 我还要收档 你说 如果他们以前 用感光的展览中心 大家可能是在廣州站 即是在花园酒店附近 现在就搬到爬州 就远了很多 外面 他挖在大大地方 我想那里也有几千呎地方 那里就专业被人排队 那里排队已经五六千人 我只是数入场 那里 外面就放了很多画师的作画 然后那边 一边 一边是同仁区 大概有二三百档 有本地 有内地 台湾也没什么 第二一边就是卖星档 也有没有看到 一人在说 那些 一进去 那些人是冲 冲击的巨人 好像这些 很厉害的 那整派进来 当然 在卖器那里 一会想再补充 那种人气 真的很意外 因为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YAKA的结构 不属于同仁展 不属于动漫展 他在动漫展 拌入同仁党 认识的现象 就是有些人买同仁都会去 去大陆 要看动漫展的人都会去 你也发现到一个现象 就是他们搞的动漫展 很少会有官方 或者一些日本出版社 或者Game的发行商 肯付钱去搞 自己请的 是 他们不肯付钱 是搞的话 我自己搞 因为地方真的是便宜 在大陆 如果他作为腾讯 他不会跟YAKA谈 我搞得比你更大 就是会有这样的心态 于是令到动漫展 变成了以同仁为主 还有他里面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商业 类似买老饭 我不惯得没有官方去摆 那种情况 就是我自己入圈 入得很入 有两班人 一班就是商业当的人 一班同仁 其实是两班同仁 一班同仁 两班同仁的生意 你画的东西全部都是上网上 上网上把图拿下来 就引起来 大家去到国内书 不是啊 书店 这种是主流 就是说 那些动漫画的书 就将PC的图全部拿下来 这个是唐规 就这样也接受到 做那些鞠笋 挂钵 挂画 那些是最流行的 那种很流行 是技术 我那天见过 大概是 不算天晚 天晚那些当然是 国村那边是大陆代理 如果这种代理来算 我觉得那种比例是1比9 一是天晚 我又很合理解释 大家要明白 现在日本那些figure 或者周边坐在大陆厕厂做 早上做日本代理做的东西 晚上收工做他们自家山寨的东西 就是这样 都是原厂制作 那我不清楚了 以上数十个人推论 原本才会有无关系 我这样想 我自己接触过 其实很多印刷厂 大家都可以印到 这种同样的东西 就是 台湾的红棉社经过了很久 但是 红棉社经变成正统 那大陆那边 会不会真的会 慢慢发展 会像乐视 那样 真的会有版权 你觉得他有版权 你觉得他有版权 现在就像我们以前 八七八成的香港 台湾那样 他们也是 那些问题是他们人多 那后面也变成正版 现在也变成 有些限制 我觉得挺矛盾 就是提材亦審批的问题 即使他有很好的 劇本很好的 如果一个人都想拍到这些 就不能发展 哦 即是你想做官方做不到 有些会变成很正义色彩 或者是拉拢在那边 就是比较偏 就是要过河濕脚 我觉得 就是想不想代理到 那些红领筋棠 有很多理由 有些红卫兵的色彩 我觉得不是色彩问题 而是说 我做什么给日本人 你们过来出自己的东西 我当然要先扔你一筆 我觉得是这个态度 他们现在生产的东西 当然 我们看回来说 以大陆来说 你不要说那些店铺 你又不要买一些散装 我有一种觉得 他们很流行买 而买得很贵 很贵 我觉得那样东西叫福袋 福袋这件事 在香港近一两年才叫轻轻 但不是这样的人买福袋 而在大陆 福袋卖得很害怕 等一下 你定义一下 大陆的福袋 福袋有什么分别 其实我不觉得 但是如果你说 湯元 那里面的材料是怎样的 就是死货 还有一个手段 也挺坏的 就是福袋里面 叫做Random的东西 都是抽奖 不是 这个是必然的 但它Random 就不会Random 就不会有些古灵精怪给你 福袋有分很多ABC餐 最多这些 大中小的组合 也就是福袋 你这个也好 你这个已经好了 你那个已经好了 我那个时候见到 那里面有1分总 ABC餐 就是说 5盟福袋 4盟福袋 咦 哪里面有这么熟 是的 我們還看到很多奇妙的服袋 東方服袋 有很多奇妙的服袋 我肯定袋面一定是東方東西 但是你會看到東方旁邊 無緣無故站在內亞紙 即是會衝服的 無緣無故袋裡會有那麼多東西 這些角度是不對的 當然服袋的洗費是很厲害的 當然洗費是可以說到350元人或以上 是可以搶購的兇藝 320元 有50人用 但是你會知道什麼 有Figure有成的 當然裡面有什麼東西就不一定是一樣的 好像很多散東西 突然說一定會有Figure 例如我見過的人 有時都會看到有黏土人 有機會是有三十六多元 有機會是很值得的 但是國內的黏土人當然是老了 那又不用那麼貴 三百多元 覆蓋得不是正 當然不會有症 當然不會有症 我覺得 如果有三十多元 按摩包沒所謂 如果你老了就算了 那他會虧的 當然他也有很多黏土人的 當口 他們可以放到很多 當然 真還是老了 大家想想 有時就這樣看 當然 裡面都會有幾檔吃東西 都不便宜 有幾檔類似Subway 即是現在香港那間 熱狗 都買了三百元 連我二十五元 連我二十五元 連那個包會是不便宜的 對國內的消費來說 是不算便宜的 我經常吃魚蛋 不過方便 這個是台灣香港 香港大陸都會學不理 你哪有這麼大的場地 給他們搞 而且他們有女僕隔壁室 裡面都會有女僕隔壁室 這個必要 買一些外賣魚蛋 當然 奶食 那些不會 尿波爐食品 不會被你坐在那裡吃 燒賣 等於普通便利店 就是女僕隔壁室 Event 是必備的 我覺得要搞 當然是輕鬆一點的 有些是賣袋也有的 袋 那些東西都會出現 嘩 真是很性開放 有的 我真的猜不到 那時候就是 如果小朋友看到 你當是橡皮糖 對 這個橡皮糖 為何會強調香蕉味 這個是類似動馬志 合格搬去的 是啊 有賣袋 所以有些配袋 那時候都買了 所以下次就夠不能等 不過我不是說大小女兒 如果回到同仁治那邊 其實當然我說 在香港和內地的同仁畫師都有 那我覺得 內地都是跟香港差不多 就是女性向的本 是比男性向的 我想接近多一倍的 接近多一倍的數量 而還有一件事 有時候 當然他們中間 可能是在城管走過 香港這幾年 男性向比女性向多 你繼續吧 其實一時時 但是賣得過那些就 我覺得不是 而是說女性向發展得越來成熟 你直接問他拿就行了 應該這樣 其實日本現在都是女性向開始主導 我覺得是大陸 全世界都這樣做 但是先說大陸是男性向 當然 還有一件事 我們看有些成本走過 但內地 大家都知道題材上是有限制的 但在內地我覺得很奇怪 有時候題材限制 一定是浪漁的情況 就不是很限制 限制在政治上的取向 你性方面的取向就沒有限制 我反而發覺 所以行性向主導 這麼有趣 我反而發覺裡面的取材上 我覺得比香港更開放 我看到他們的本資 當然有些是浪漁 甚至有些CS場面 他們是有的 而那件事是不用包包袋 我見過有些是 而是很坦空浪費 可以看到 但是包包袋的法例 你這樣想 他有時間限制 什麼時間沒有人 沒有成本什麼都沒有 沒有人查 錯了 我那天見過 有幾個成本走過 都沒有什麼人不理 我自己擺過剪 就是他們說 這樣的就是 多幾天去查這些收器 擺出來是沒問題的 那些中文規矩 他們規矩是7下交易的所謂 所以給了錢 可能網上預訂了 之後就面交到同仁之間 但是香港 大家都不要說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很明亮 我個人立場 明光蛇 爆他 我個人立場 我不喜歡他 跟這個台無關 我們就說 他回到內地 我覺得他那個創作 在這方面的開放程度 相對來說 比香港來講 更加開放 他們就炒大 他們都很喜歡炒大 香港可能大家炒大 就不知道 但是反而我覺得 他們 但是有一件事 真的可能 你現在在香港 馬來的同仁接 或者在台海馬來的 有一件事 就是他們那方面的印刷 你始終覺得 他們的印刷 都是介蒙 是粗粗子 這是自己質的問題 這是問題所在 所以我覺得他們沒有這樣 這個就是關乎 去找什麼印刷廠 都不是質量 QC的問題 有些廠是印得不錯的 不會輸給台灣 有些人印得很差 例如釘膠 印得很差 我覺得以印刷來講 大陸專業過台灣 是一點都不奇怪 不過是很多選擇 亦都因為 你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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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便宜 所以就這樣 最多找些便宜的 找哪些家庭 那些印刷廠 當然你不會預期要很漂亮 粉紙印刷 這麼漂亮就沒有機會 還有他們肯扔錢 不是扔錢 是扔封面 是扔封面 對 扔封面 成本封面 做好一命 湯金 大家都知道 內地的動漫市場 其實我覺得是偏重了兩種 第一 他們雖然說 嘴裡怎麼說 不太喜歡日本 身體腳肯承殺 說不要 但其實 說真的 動漫題材 都是以日本動漫為主動 我覺得他們是 當然 第一 第二 就是畫工 因為他們很體重的畫工 題材上 在故事上 會擔心很多 但畫工上 真的在鬥畫工 鬥到勢 其實內地 和香港 有些畫師大多 現在走到山上去 他們以畫工掛稅 其實有時候 在上面都會接觸多少生意 當然 為什麼有這樣的經驗 因為當時我幫過其他檔 坐著觀察一下 別人看怎樣賣 我看到有COSA COS初音 買銀行本 我看到他初音 他的衣袋有兩個袋 兩個開開檔 然後我聽到什麼事 左一搭一百元 右一搭一百元 那麼多人 不太太大 十幾歲 然後他就說 我要銀行本 然後他就說 你有哪些銀行本 是銀行的 你拿出來就行了 總之是這樣 這樣扣入 他們是否喜歡銀行 就喜歡所有的 都會一次過扣入 他們譬如說 你看到這本 譬如說 你上面那些精品 現在內地的精品市場這麼旺 那個人如果出現 30個精品 他就說 我每樣的一個 你幫我找得了 我先給你幾張 100元 你出閘了 你想想 在內地的市場 這樣消費化 大家又去思量一下 為什麼可以這樣消費化 大家想一想 動漫市場規模是大到你不順 而不是一個人 一個半個人是這樣 是很多人都是這樣 做一搭一百元 讓一搭一百元 都是一些磋 大家自然是見過不少 不過他們不是動漫 他們只是買金器 我自己真的 我看法有點不同 因為就是有極端的例子 有些人很有錢的消費 有些人也很窮 買不起東西 那些人是更多的 這個就是 講到賣氣 你會看到 有人會對這個精品的需求 其實是精品出得便宜 是因為這個是優勢 但是不是很好賣氣 我自己看 你這東西真是漂亮的 質量高的 你買多貴 他都主要跟你買 你質量差的 你買多便宜都不跟你買 就是很現實的 例如他們設價很現實的 就是設一百元 如果質量高的 你全部買一百元 一百元一百元 一百元一百元 你設的便宜 反而八十元到十元 他們不買 那是便宜 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是不是可以辣到 就是題材問題 即是動漫都要有霸氣 題材和製作問題 聽他們說是圓妖感 裡面很精品 很漂亮 精彩 有彩色畫 全部都高 畫師大師 一百多元 那種 但其實如果你用三十多元 買一本 日本的雜誌 都是全部彩套 為何你不是這樣做 很極端 那種類似說 你跟人自己差 你只差十元都沒有人 真的好像說 二十三十元 一本彩色 一般 而我強調一點 差的定義是怎樣 他們是以插畫主導的 如果你看故事或嘗試 他們在網路上很多 但印刷出來 其實很少 他們買得貴的 都是以搜羅很多插畫家 造成一個集團去出一本書 那種模式去做 於是整本書 都有主題 但畫風不會統一 是以一個漂亮的圖材去包裝 簡單來說就是外國雜誌 Expo 1234567 那類的大型插畫書 像IPS那種去做法 我留意過為何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他們跟他出版的文化 他就是一個主題 然後請不同的畫師 就給了一個題材 畫些畫些 畫些 就是看一本書 即是不會靠單方面幾個人去做本書 他們的成本 是 不過我又想問 如果是這樣的一本書 還叫同文字嗎 其實 可不可以定位同文字 有同文字 有一些合襲 合襲也是 一例你可以畫少 即是可以畫幾乎 即是可以畫幾乎 你畫快一點 其次 適合成成本 第三 人多畫師 即是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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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不喜歡你特地的畫師 我喜歡畫這本書 但那種可觀性 是不是很高 或者是一個很優良的創作師 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的整體質量太高 即是 每天只集中畫一兩幅 就搞定 是漂亮的 畫 整本書就很精彩 很多頁 如果你只出版 一斗畫手機二十頁 就很辛苦 畫一兩頁 畫一齊 即是你快點才可以 還有他們的周期很短 即是大陸日本生命周期很短 即是大陸日本生命周期很短 其實在說 賣四次同仁子 其實都很難再賣出去 是一年四次同仁子 沒說錯 所以要製作都要快 我也明白他們是這樣的合組式的製作 我體會到 因為日本有這麼多活動 他有一些本都不會夠膽死 死鬼都狂出 大陸每處就是沒有了很多 即是原創漫畫 那些東西都沒有了 不是 我只是質疑 這本書 真的有個觀性嗎 如果我看美圖 我為什麼不是自己想看 因為我們所說的問題 就是大陸人買的本 很現實就是看畫記 看質量 顯然那些寸書本 就是完全滿足他的臉目 所以說 這一種賣戲 是否叫做賣戲 不是一個很廣泛的賣戲 是某些人敢使用你的 以前好像香港這樣 出了很多同仁字所謂的漫畫 即是以前藏在很多 後期慢慢被這些 所謂的繪館集合 慢慢吞食了 那些人就出了那些本 那時候我在CW 曾經有一個講座 說在98年廣州開了什麼 什麼火 有一個是自己製作的漫畫 即是香港和廣州合作 結果搞了幾年 其實都由廣發大陸 當然 我聽到他們說了很多困難 在這個合作漫畫 或者如何銷售 始終在內地的限制很大 還有一件事 如果你說創作故事 當然有很多思量的考量 還有一個原創的故事 我覺得在內地銷售是很難的 真的很難 反而你說 比如說一集 每個人都看著初音 他叫做初音 那你說 其實包裹一定會銷售 他一定會銷售 你一定會銷售 當然有女性向Fans 所以很難說 特別你看到 如果有這麼多人入場 你等於一些人 會湧進去 不斷賣 那你又很難拿一張張 100元收進去 你又很難說 或者說我不買 我是要做原創 我不賣都可以 拿回一些書 是很難的 一次兩次是可以 但你去到第三四五六次 你看到這樣 一個畫師都會氣餒 特別如果 如果他真的靠這件事 可能是需要這件事 去找自己的工作 或者找食物 其實是困難的 我覺得是困難的 所以大家也有興趣 我們不是為了賺 我們不是為了賺 我們是為了國家 我們每年至少 美麥山那些 一半賺 一半賺 安慰一下電 我覺得經濟上 不少資產出外 也好 我覺得有時候 有些人大手 在哪裡賺 市場流行 沒有辦法 Michael仔 我想問一下 香港有聲火療元 以前有些合作 近來也有大陸的 廣州話 除了廣州話之外 在國內的Yakka 其實有多不多 這些原創漫畫的合集 或者賣戲是怎樣的 有些人真的 好像我們香港 或者台灣 有些人真的很想玩原創漫 到自己喜歡做的 是有的那些人 有存在 那些人就越來越 被所謂的賣戲激沉 是的 所以就說 我覺得他們的賣戲 其實是很偏頗的 非常偏頗的 原創本其實都差不多 很偏頗的 其實他們很偏頗的 那些人 接受程度 其實說得不好聽 就是低 用立度低 我比較樂觀 因為他最少有人氣 人是很多 這樣是看他們慢慢成熟 如果他對於觀看作品的眼光 開始擴大了 他會覺得字和故事是重要的 提材統一是重要的 他會成長的 只知道有人 你這樣想 要期待一下他下一代 現在買一新的人 可以看多些東西 接觸多些文化 以前會接受 比以前更加接受 這些人會有 不過我覺得 其實中國還有第三條路 他會創造上來都不錯 就是他的網油和卓油 大家都知道 可能在香港都會買到 內地的卓油 他們的卓油 突然可以很輕輕 例如三角殺 那些 什麼都有 當然 他們在這方面 跟著再衍生出來的 derivatives 其實出來的都很多 而也都買到 可以很驚人 我都看見 內地的Corsair 其實他們都很專業 當然 反而我那一期 他們喜歡做一些 Online game characters 他們做起來 也有時 當然 他們譬如 在台上表演 他們當然會有什麼 他們很喜歡做一些 例如仙境那種感覺 和喜歡做舞蹈 喜歡做舞台劇 而做舞台劇的特技 都不太差 亦都跟微信那些 或者微博那些 一起 例如即時轉載 有些Cross Over 當然 我覺得這件事做得不錯 而且他們的歌唱 我覺得唱得不頑 真的唱得不頑 我會覺得 他們在這方面 再發展 我覺得他們有很多線 可以走 剛才你說的Cross Play 近期有個大型比賽 CJ 全中國的Cross Play比賽 全部都很大規模 一個組織 全部都化妝 有妝 都齊齊 當一個舞台劇 對比台灣的Cross Play業 無論雜誌的數量 也好 還是參與的人 甚至我們一看 Yaka的那本場行 根本就放了幾版 是專門給Cross Play業的比賽 這些是 香港的動物 即是真是動漫展 香港動漫展 我覺得都是比不上的 香港Cross Play是 如粒如稽微素素 其實放的力 不會夠他們那麼大 很著重 在華園方面 道具上很根本 扔很多錢過去 一整皮東西 買幾件衣服 做道具 一整整萬都不出門 卓柔 真的是一種連動 就是因為他們的Cross Play業 很明顯 是給他們的Online Game 或者不同的網友 你當是露花 露花 很大成本 支持 如果你有去過成都 你就知道什麼叫Cross Play 因為成都的花名 叫Cross Play之都 整個 很表演性質的 很喜歡玩Cross Play 歌 為什麼我去過看 我真的實地去看 放了錢 看看Cross Play 其實整個環境氣氛 在Cross Play上 關於Games呢 關於Games呢 關於Games 因為成都裏面的人說 娛樂是沒有娛樂的 很悶 娛樂的 是不是成都的特色 對成都很悶 所以對於動漫的需求 是特別活的 我想問他喜歡的動漫 是日晚多一些 還是偏向海的經驗多一些 兩邊什麼都有 很差勁 而成都就比較 就像Niko的超會議 放進來 就很日本式 你想想想 我們現在說的V加 樂天衣 在整個香港是不紅的 台灣也不紅 但在成都可以很紅 很多的Cross 很多可以接受 接受到成都反而會很大 我去到他特別 令我覺得印象很不同 令我完全猜不到 而且他入場人數是很恐怖的 搞到你的頭獎也變成了 樂天衣 他一天的入場量是4萬左右 對 好像4萬 所以排隊已經走了半個小時 只是走一條路 走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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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傾向表演 即是傾向表演多些 其實廣東也是 他的賣戲成都很厲害 接近是沒有所謂的 但都似於上海 我想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講雀游 雀游其實是一個比原創 他是抬頭的東西 即使是三國也好 但三國沒有版權 其實畫得等於原創 他對於這些雀游 多不多漫畫 或者野獻身出來 你有留意嗎 雀游我先講一下 我自己去大陸 他們本來真的很喜歡玩雀游 大陸人都喜歡玩雀游 他們怎樣拿去聯誼 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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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 這些跟香港差不多 下面就是吃東西 下面就是餐廳 上面就是玩雀游 有餐廳就好了 大哥 不用自己都在香港吃 雀游是很高的 要管網遊 那就是雀游 但是雀游就是沒有管制 因為雀游本身也不會很破感 因為是幾百人玩 而且雀游的大宗就是德國 德國的雀游是超健康 還有很有教育性 最好玩的那種 而大陸基本上都是copy它 就是我現在直接說 直接是copy 基本上是玩法 那個氣氛問題 你可以很容易跟朋友聯誼 這是很危險的 不過我想問 他們玩雀游的大部分 年齡層是多少 很廣 超廣 超廣 大陸有年齡 大陸是佔主流 跟香港差不多 香港情況又有點移 香港都是大陸做主流 香港都是大陸做主流 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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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很浪費的日子 游戲王也是小朋友 那裏是小朋友 在哪裏 上海最大 其實上海 以之前 是有很多日本的明星過來的 當然我跟曾經有反腐的交手 聊過 他們說 日本明星來是有幾百個粉絲去接機 真的 上海 上海 動漫成熟 跟你說是跟日本 可以去到日本 很有錢 去請一些很厲害的明星 入場費 當然是幾千元 人家賣 人仔 比日本的 如果一千元 你連續看 當日本的 封的歌曲 搬出來 很划算 真的很划算 一線 大聲音 都會上海 上海 全部都來的 所以我有疑問 是不是一個 5TV 他們這些 官方搞的 其實根本就是 這個 可能是他們兩邊合作 半部 半部 其實很划算 千多人 你不懂得日本 差不多 差不多 你前面的那些更貴 二千多 一千多人是三個 那又好 要搞一個大場 這種真的比不上 其實是划算的 其實是划算的 當然 你在香港 我會覺得 MAYEN 中村長子 有幾個 你說 不算人的 例如Miko 那個演唱會 在香港搞 當然那個 就不想 再說 當然 反而我覺得 香港好像 始終都請 不是很多 例如 影山來香港 每年這次 你說 是否可以很多元化 維持著 一直做 我覺得好像 還差一點 我可以這麼想 採力問題 可能是 有錢 我請過人 回來問問 你 你吸白那條 數 上海看剪 不是上海那班人 原來是全國 上海看的 這個已經是動漫剪 就不是同人剪 這個已經 看過動漫剪 又好像香港 回到幾層 有兩個 最大就是CC和CP 即是兩個 單日就是負 單日就是窄 這樣分 所以 入場量 當然是五六萬 即是我覺得賣氣差 不重要 真的 1%賣已經夠了 大手 全部都集中 全部在上海 一定出生意 所有手法都在上海 教 即是官方的活動 帶動同仁 都搞到最大 你計算是萬剪 他的同仁剪 已經說是萬剪級 還有萬剪 聽說 你剛剛說 GJ也是 GJ的 GJ是台灣 GJ 那是否在上海 搞到哪裏 我暫時就知道上海 主大兩個 哦 上海發展得越來越厲害 我想問他賣 那分別是一邊同仁剪 另一邊又是那些 例如同仁剪 不是 只是同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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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他商業 好像剛剛那些演唱會 他自己獨立搞到Event 那個就不是同仁Event 是真是動漫畫 老番也好 全老番都可以自己搞到剪 有些動漫業界展 都有的 都有些這樣的展 都是好 所以上海發展得很順重 如果你真的想去 就試試試看他的CP 試試試看 試試看 沒有機會再去 其實是一個很結盲 即是內地那個 即是不要經常以為 內地的動漫界 大家可能很流於說 會不會就是 西洋餘夫人 阿朗 是 不要這樣想 他原創是好看的 有灰筆 有灰筆 馬西亞 還有 即是說他們的 都算是一個原創 所以他們的孕育都很大 例如他們搞很多比賽 Cosfair 飛了去 這個當然 這麼多本集資 而他們本身大量的 就是漫畫原創之 還有網站 即是漫畫他們很集中在網站 搞很大量的比賽 這樣就比之於香港的海量 但我覺得比台灣來說 有一些不夠成熟 你應該不看 他們都知道 都是說日本的 我覺得是一個獎項問題 我覺得是 獎項跟台灣的獎項問題 因為獎項相相相太遠 跟台灣的獎項 有意義 這個香港的初心人 當然說 沒有什麼 可以回到內地的同仁子 或者動畫子 看過的 真的可以回到廣州 因為廣州一來教人 二來 它的規模是大的 規模都算大 相對來說 我覺得很好的 因為大家講廣東話 都很方便 譬如拍Cosfair 你跟他們說 好禮拜 放個姿勢 沒有問題 以及溝通方便 內匯 現在遠了一點 但你不要坐直通車 當你說坐高鐵 可以坐高鐵去廣州火車站 再轉去爬州的回果 那裡唯一就是要住一晚 住一晚 方便一點 會方便 兩天一夜 或者三天兩夜 嘗試感受一下 我覺得可以 當然有優惠些 可以去上海 還有一個問題 廣州已經在同仁圈面打關了 但是之前我都參加了 一個問題是指南就越多 好像有些叫泡沫 多到去不到 那質量如何 質量如何 質量如何 質量很差 其實很多人都想去這個展裡面賺錢 其實搞展覽在廣州賺到很多錢 很多人想參與這件事 就變成是否都會搞一個動脈 拉一個動脈旗號 就說要搞一個展 那入場費收費是怎樣 很貴 有些去到四五十元 那他的主要收入 他不是說拿一些攤檔 而是用過入場費 剛才說一萬人來 一萬人來 一萬人十元 很多錢 全都是很便宜的 全都很便宜的 對 地方不是錢 大陸的地方就是用免費檔 例如 YAKA已經開始近年 全部免費同仁寺 主要你是海外來的 錢你過來 免費檔 對 香港很多 香港都有幾檔 不過香港寄賣就多 真的走上去 我想只有兩檔 我見過 那你就是一個可以順利的例子 即是YAKA 無論你上去擺攤檔 去看的話 都讓香港人去 現在我這樣看 純粹去參觀就OK 你不要預期太大 對 他都是預訂一個商場去做 都不會太大 買這麼多福袋 香港就覺得 一點點點點不用 買多地雷 在香港賣就算了 香港已經算是買玩具便宜的 有人問過我 是否只要去廣州看 要看什麼展 對 這個最重要 YAKA最大 就是營火松 另一個動蠻展 最大的 而且就是我們香港的ACG 有關他們 不是這樣 支持香港人 如果想去什麼展 或者看看他們的情況 兩位的post 都post過不少相片 或者推介 另一個叫做亞洲亞曼 亞洲亞曼 亞洲亞曼 都是亞洲亞曼 對 都是集中爬到周圍 其實爬到周圍 其實爬到周圍是否很遠 你去過 其實不遠乘坐地鐵 轉機程飛鐵轉站 過就可以 不過就是很大的展覽工程 帶到你不相信 展覽工程度可以帶到這樣的成果 我覺得 在感光方面 是市中心 賣感光是市中心 你吃東西不便 你搭去哪裏都有東西吃很快 你搭去動蠻商程度 看漫畫也可以 但感光方面 有個直通班 由香港直去 尤其是衝 旺角直去 坐三個小時 下回來 只有三個小時 這就是過關 反而 爬州 好像沒有什麼直通班 所以那次我曾經很搞笑 那次去Walka 我就是香港 我們一批人 澳門一個人 和珠海一個人 三地一起過去 變得大家 在Cosova是很開心的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 大家可以試一下 是的 還沒記得補充 剛才我們說台灣的比賽 剛才你也實在是台灣比賽 台灣比賽 我剛才說成功在於 你參賽贏到的 你真是落去抗生性 百萬雅師王 你真是會見街 或者上到商業的台上 但是 大陸就因為 那些比賽 是很多本雜誌 自己零零星星去搞 沒有一個統統性 你贏到你都出不了 或者是贏了之後 你會被人拿了一張圖 放了一半不知什麼的編司合作 就是這樣 就是比賽的 舉辦程度的三次 你變成為搞而搞 是的 因為投了太多比賽 很古怪 我看廣場 怎麼這麼多呢 我看廣場 就是比台灣有些不同 好 大陸 台灣的大陸 七八八 那下一次回來會說什麼 下一次回來再公布